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翁搖錢的數 賺錢真快速 今天這一集我們來談 怎麼樣在開盤之前 你就看懂市場 對於多跟空的進場意願 怎麼看 用VR VR 在我們這一段時間裡面 所謂談到的碎形音量線 我們從什麼角度做切入 K線的四度空間 K線不是只是說R 它就是一根蠟燭線 它有很多的一個面向 從四度空間裡面我們所切進去的 我們提到空間緯度 時間緯度 它所構成的這個所謂速度線 然後它包含這兩個緯度 那從時間來講 我們就跟你提到了 它有所謂的法則 時間法則 有波峰跟波谷的一個法則 然後透過時間其實我們可以把它做分割 像昨天跟你談到什麼東西 開盤之後 你要怎麼樣知道市場的人氣 我們把它數字化 那今天我們來談 在開盤前 我要怎麼這樣知道 市場的意願如何 我們回顧一下昨天講什麼 前一集 提到開盤的時候 只要盤一開 我就能馬上知道市場的人氣 那今天我們談的是 盤都還沒有開 你怎麼知道市場的意願如何 為什麼我會這麼講 那為什麼會有個分別 投資朋友 盤 在8點45分 起落一開盤之後 如果美國大漲 正常而言它是屬於跳空開高 跳空開高之後的8點45分以後 45分 46分 47分 48分 它就開始拔河了嘛 對不對 有人進來買 就是開高走高 一路墊高 如果 美國大漲 開高之後 大家都拼拼要賣 一開高之後 開高走低 一步一步一步往下跌 所以我們美股的怎麼樣 歐股 還有所謂的 日本股市 韓國股市的情況 在8點45分以前 會在8點45分的開盤點 做一個共同有默契的決定一個價位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開盤之後 算法是算這個看能氣值 那開盤點怎麼看 一樣從K線來看 這個公司的概念是什麼 以今天分子 是以今天K線的最高點 減去昨天K線的收盤價 減去今天K線的最低價 兩個一除 就是屬於意願值 這個意願值的概念就是說 市場願意做多 或是願意做空的這個數值 好 那為什麼我們要這麼看 一般的K線我們會說 它是開高收低 它可以畫成一根K線 不同的價格 有不同的價格 一個形狀 那我們把這四個數字做撮合 像昨天給你提到的數字 的公式 跟今天的公式差在哪裡 你看嘛 這個是當日的最高 減當日的開盤點 當日的開盤點 減去當日的最低點 所以是指一日K線 然後這個公式的話呢 是指最高減去前一日的收盤點 昨天的收盤點 減去今天的一個最低點 它的一個特色在於說 它避免了跳空的問題 你這回來講什麼 例如說 假設我們用股票來看好了 股票當天跳空漲停板 請問K線漲怎樣 就是一字線嘛 可能跳空 跳空可能跳空 7% 就漲停板 10% 當天的K棒只有3%幅度而已 可是如果以漲幅來看 它是10%的漲停板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只看K線的開盤點 你會問一下 它就是一根小紅K而已啊 可是事實上 它當天的氣勢是 從平盤 就是昨天的收盤 今天的平盤 一路拉到漲停板 10%的幅度 所以我們看市場的意願 他在跟你講說 以今天的最高 減去昨天的收盤價 好投資朋友 我們以這個根線來看 例如說 例如說 這是昨天的線 這是今天的線 假設昨天是不是這樣子 跌下來之後 這邊是收盤點 然後這邊是今天的開盤點 然後這是今天的最高點嘛 所以是不是以今天的最高點 減去昨天的收盤價 就這個區間 就這一段 是它的分子 是它的分子 有沒有 就是公式 分母的話呢 就是公式 怎麼算 以這邊的最低點 減去這邊的收盤點 所以分母是這一塊 分母就是這一塊 分子是這一塊 所以就是 如果當一根K線是屬於這個 先走低 再走高的話 它一除之 它的數字會大於1 那如果小於1的話 表示什麼意思 空翻的意願 會比較強 好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如果以一字K線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事先知道說 開盤前來多空意願 可是這會有問題 什麼問題 如果當天我是屬於向上跳空 開高走高 那會怎麼樣 你來看這個數字 如果當天隔天是開高 例如說 我們來看這邊 例如說 假設這一根線 隔天是不是開高 開高之後的開盤點 在哪裡 開這個位置 收盤是收這個位置 有沒有 是不是收這個位置 開這個位置 你看喔 公式怎麼寫的 收盤價減去最低價 今天的最低價 昨天的收盤是這個數字 今天的最低價是這個數字 兩個一減 是負值喔 雖然是漲 但是這兩個數字 公式告訴你的 一減之後數字是負的 上面的分子 最高減收盤 就沒什麼差了 有沒有 最高是這個位置 減這個收盤點 這個要減去收盤 收盤在這邊 最高減收盤是這個位置 那分母的話呢 最低減去收盤點 是這個位置 所以是這個位置當分母 這個位置當分子 可是這個位置 它是屬於負的 那怎麼辦 所以你要注意到 如果以一字的這個VR 就是一字的意願值 它有可能會負的 所以有時候說 你看一字 會有點比較 我們說的滿點 所以你必須用 時間緯度拉長 看好幾天 這個N可能是5天 就是看一個禮拜 或者是看10日 或是看一個月 22 那反正可能就是 有人用26 都可以 看你的時間 用多少的一個時間緯度 但至少如果是5的話 告訴你什麼 這5天的平均的一個情況 的市場多空意願 所以這是一日值 這是N日值 就是這樣子 我把今天的最高 減去昨天的最低 這每一天 每一天都有這個數字 假設有5天 就把這5天加起來 這是屬於分子 分母的話呢 一樣 公司一樣 每一根K半 或是每一天都有這個數字出來 然後減相減之後 假設有5天就是把這5天加起來 兩邊相處 就是N日的意願值 這看起來好像 字很多 其實概念很簡單 就是從這邊做衍生的 好 所以這告訴你說 這個公式 有個問題是 當是跳空開高走高的時候 分母可能會變成負的 所以一日的VR 為負值 所以用N天 要考慮到 所以你要把時間放長 還有跳空因素 就用這個公式 它的特色在於說 它考慮到昨天的收盤價 它不用今天的開盤價 因為它考慮到的是 開盤前的7萬 是一個走高的能量 跟走低能量的一個比值 好 什麼意思 什麼叫做走高的能量 如果這是昨天的收盤 這是今天的最高點 這兩個差距是屬於一個 骨架走高的能量 因為昨天收盤的時候這邊 那今天最高在這邊 這個距離是屬於一個走高的能量 我們把它稱之為多方能量也可以 那如果今天收盤在這邊 昨天收盤的時候收這個位置 今天走低 最低點在這邊 這個距離是屬於走低的能量 屬於空方能量 所以有一個多方 有一個空方 多跟空 互相 我們做相除 相除的話如果數字是1 表示多空平衡 如果數字大於1 表示多方強 空方弱 小於1 空方強 多方弱 懂了嗎 所以BR指的是開盤前 市場對於走高能量跟走低能量的比值 那我只知道開盤前的預期 因為盤還沒有開 你不知道開盤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就是以這個單作基準 那AR跟BRXR的特色是說 兩邊為什麼可以用 因為AR所指的是開盤點 開盤前的預期用VR 開盤之後看人氣 用AR 簡單講 開盤前如果你非常的樂觀 開盤後發現人氣 並沒有那麼樂觀 表示行情有變 美國大跌 開盤前覺得好恐怖 可能會大跌 結果一開盤之後 沒有什麼跌 有人氣 表示什麼意思 盤殺不下去 你知道我要講什麼概念了吧 所以有時候你會說這感覺 感覺好像跌不下去 請問你感覺跌不下去的時候 它的數字畫在哪裡 你怎麼把它變成一個客觀 有數字 能夠做計算的數字出來 透過這方法 所以我們怎麼去應用它 如果你是看一日VR的話 如果你是看一日VR的話 這個數字算完之後 出現所謂異常正尖點 例如說它可能是正的二十幾 三十幾四十幾 就是說 這兩個數字 一個是極大 然後這是極小 如果是正的話 表示波古近的 它是古底喔 不是高點喔 是古底喔 正尖點也是古底 如果算完之後是負的 因為剛剛給你提過了嘛 這個分母有可能是負的 如果是變成一個負極端值的話 極端值的話 表示什麼意思 波峰近的 所以正尖點是波古近的 負尖點是屬於波峰近的 那這個你可以把它記起來 就是說以一日K線來看 所以這個東西就有點像是 屬於反市場心理嘛 當整個市場的情緒的意願 極度一面倒的時候 這是個尖點 那你可能就要注意到了 因為 從這個市場的情緒 人的心裡面 有沒有之前是不是給你提過 心理值 你把一日再把它放大成N日 N日比亞的話呢 等於1屬於多空意願對稱 大於1為多空意願勝 小於1為空方意願勝 這是看什麼 看數字的N日的 例如說你可以把這個N變成5日 13日 26日 都可以 懂了嗎 例如說我們來看這邊 你把這個數字把它改成 假設我把它用成26好了 或是用13 或是用22 一個月嘛 有沒有 這個數字如果在1 1以下 空方意願強 1以散 多方意願強 有沒有 就這一段是不是就這一段 所以衝上去知道是極端值 為什麼要回 有沒有 極端尖點嘛 對過來是不是 極端尖點 有沒有 所以跟你講過 異常尖點 它的情況 還有大於1 小於1 等於1的不同情況 還有 你把這個N日 VR 用長短均線來看 環境交叉 表示意願轉為買方 十丸交叉 表示意願轉為空方 好 例如說 這個數字 假設我現在把它設成5 跟22好了 你來看 有沒有 這是十丸交叉 有沒有 十丸交叉 有沒有 十丸交叉 這邊也是 有沒有 環境交叉 這個參數 你自己必須設 它有一些 可以用的參數 但有一些 反間常用的參數 其實是不能用的 這個你要自己去注意到 好 所以今天我們這一節告訴你說 我們在開盤前 其實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不是說我等一下等到開盤之後 才在做動作 像我們 有時候單子一下 開盤前就已經掛單出去了 開盤前掛單出去 其實是 表示什麼意思 你對於走勢已經有先有預測 所以很多人才會問 老師啊 預測那個點位 你到底怎麼算的 你怎麼知道 開盤的一個最高跟最低 你怎麼會知道 投資朋友 就像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 例如說像 昨天 在節目上 其實我們有跟你提到 12月19號 預測高點 9272 隔天預測高點嘛 你來看今天 高點多少 9266 X6點 這是預測 所以開盤前 你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是說等開盤之後才來做 希望今天這一節課 對你的操作是有所幫助 好不好 休息一下我們進廣告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的行情怎么看 今天这一组线为多空遭遇线 明天的台子期的结算 它将会出气不易 所以明天刚好是属于台子期 12月份的最后交易日 因为明天结算之后 后天开始进入新的年度 台子期01 所以明天是属于台子期的最后封刀 明天做完之后 接下来就看做明年的 所以如果想跟上脚步 还要把握这种机会 因为机会是不等人的 在昨天我给你讲什么东西 这根线它是九死双肩 我给你预测什么东西 高点9272 低点是多少 9220 为什么是9220 这昨天我讲什么 上个礼拜的空投贯状线 就已经替今天的大跌买下杀鸡 昨天大跌买下杀鸡 开盘预测多少 9293 开多少 开9290 误差三点 所以你看 开盘能不能够预测 开盘能不能够预测 你问很多人 很多人说不可能 其实我们也忍得去跟你做争论 你是我们群组里面的好友 你有加入我们来好友的 你每天早上 开盘能收到什么东西 你也很清楚 里面的讯息跟你讲什么 牌子会开在哪里 你也很清楚 对还是错 你心里会有一把尺 我每天 我每天这样子写 对跟错你也很清楚 如果到不对的话 那被骂翻了 那为什么很多人都需要 因为他有帮助 所以我们不用去跟你讲说 你看我们的方法是怎样 怎样 你继续衡量 你认为我的方法可以帮你赚钱 那你就跟着做 如果你认为说你的方法比我更好 那我祝福你 我们明年开始 我们就不收会员了 所以我希望说 你要自己好好努力 我能够帮的是帮助那些 跟着我做的会员 希望说我们大家互相祝福 以后后会有期 那在昨天这根县里面 它是属于九死专间 我的看法是 美国因为事务日在上个礼拜五 事务日报天量 如果再供不下去的 供不上去的话 就是供不到这个99 19923的话可能就会中错 所以要小心后面的 还有台股 昨天因为是第一量 封住10月8号的缺口 把它封住了 封住之后 左缺右口 刚好实际上说的 倒行翻转 左缺右口 那今天的缺口呢 封了没 没有封 这个缺口还是在着 反而是把这个隐性缺口 给封住了 还有 电子领叠OTC阴线吞噬 所以集团桌架 进入尾声 所以我认为在结算前的卖压 属于复利卖压 这个卖压属于复利卖压 因此 你要先知道 多空仓位平均成本在多少 9223 就这个数字附近 所以 为什么告诉你说 这边要先做空 下来之后 为什么这边告诉你说 9220 就在这个位置 这边你就不能够做了 后面你去做追空 就要打屁股了 我是不是已经告诉过你 你要空是空这个位置 补是补这个位置 这个东西我都跟你讲过了 只是说今天他没有收一根中长K 或是中长红 或是中长黑 但至少没有什么阻碍 为什么 方法对了 你都能够赚钱 这是我们的旋转旋转的部分 这是礼拜五的时候 买22点 这是以小博大 买9300的put 但是买这个位置 当天大涨 有没有 就是这边 有没有 跟你提到的啊 24点买 附近市价 然后买到22 收盘价平仓 所以这一笔大概是赚了 8成左右 这选择选择的部分 以小博大 那么我们也有这个 以大博小的 以大吃小的 这是卖权 12月13号做的 礼拜二 卖 105 9300的call minecall 看不涨 今天开完点把它平掉 赚9成 这是选择选择的部分 希望说 大家能够一起加油 那至于明天的看法 是这样子 每股交错线 展示显著疲弱 提盘先交足后 再向下变盘 台者今天开完 预测多少 9262 开多少 开9261 误差一点 今天意愿值是0.54 人气值是0.1 这个我都教过你 你去判断 那目前属于多空 各有所守 呈现遭遇线的解读 我的解读是 明天结算前 多空评分 会决战多少 9224 所以明天属于先盘 会再看到一个急杀 但低档还是有撑 怎么做 跟上脚步 我们一样 明天 继续在赚 想跟上脚步的 好好把握最后机会 明年 我们就不收会员了 所以我们希望说 要跟在做的人 好好把握 这一段 最后倒数机会 跟上脚步 明天 但以继续前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